白化新旺县田家小学是湖南免费午餐计划的第四所试点学校 5月26号田家小学正式开餐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帮女郎是跟随志愿者走进学校 我们打算一块去见证这一个开心的时刻 却在无意间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小女孩 在教室的外头帮女郎发现了这样一个孩子 他以后在教室门口的栏杆旁 眼睛一眨不眨看着里面上课的孩子 老朋友你几岁了 您知道他一直是这样站在这个外面吗 他是什么原因呢 他在家里面不能从孩子来看小孩读书 今年来了一年 这个小女孩名叫杨丽娟 今年三岁半 山里留守儿童多 一般到了两岁左右 家长们就会把他们送去学前班 可是由于家里穷 杨丽娟只能够每天跟着上二年级的哥哥 一起来到学校 在教室外面看别的孩子上课 几番周折 帮女郎找到了杨丽娟的爷爷 他还想出去 他回家的他也在拿他老大的学 一整堆里面一整堆学 要去他也要去 因为留心也那么让我老的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当场决定资助小丽娟上学 明天他就可以背上小书包走进学校了 在贫困的山区里 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读不起书 而那些能够读书的孩子 午餐则成为了他们的难题 学校有71个学生 其中来说有60多是62层的 三个村的话有两个村比较 距离比较远 有七到八里落 有的就打包带饭 有的就干脆的就不打包 这些孩子实在是特别的可爱